另外他的汽車市場不得了 四月份公佈94%來自中國大陸 那烏克蘭雪上加霜 華爾街日報有個報導 這個貝萊德在內 美國西方公司目前要求 烏克蘭償還債券的利息 那貝萊德擁有烏克蘭政府 發行的200多億美元的債券 叫他還錢 為什麼 這個他現在哪有錢來還啊 就是啊 就是繼續掛帳 不然就跟美國政府借錢來還他 我覺得一定要戰爭到一個段落 你才能夠用主權做抵押 然後從每年的公用設施的費用來支啊 都是這樣啦 這個就是主權債嘛 只能這樣還啦 不然一個剛打完仗的國家 哪有現金給你啊 事實上俄羅斯那個天然氣 到歐洲會大量減少 就是因為北溪被炸 那北溪被炸那個時候 所補充的天然氣是來自卡達跟美國啊 所以那個是非常明顯的政治事件 而且短期也不能恢復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當然救他的就是中國啦 不過這個 這個事實上從這裡啊 對 你就看出這個 這個馬克宏跟習近平談那個 巴黎奧運要停火啊 對 是有一定的難度啦 因為我跟你講最近發生幾個事啊 都是不祥之兆啦 第一個就是俄羅斯宣布 要在俄羅斯的南部進行戰術合舞演習 對 那就擺明了就是你北約你進來試試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哲倫斯基被通緝 哲倫斯基被通緝這個事啊 就又讓我聯想到當年蔣介石列為十大戰犯之首 所以共軍就拒絕跟蔣介石談判啊 不是嗎 所以後來就逼你換成李宗仁嘛 不是嗎 所以這個是不是在政治上有一個意涵 就是說你烏克蘭給我換人 不然甭想跟我談 不然就是我已經不排除斬首 因為他已經是通緝犯啊 所以現在埃莎尼亞也下了鑰匙 因為被俄羅斯列為通緝犯 還有另外一位就是埃莎尼亞總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最近就有一些複雜的新聞出來 說美國正在挑 哲倫斯基的可能的代理人啊 那美國的條件是希望他能夠打到底 那因為哲倫斯基已經在公共場合 很久沒出現了 所以我認為他感受到 內部外部的威脅 那俄羅斯這個時候 你下通緝犯這是要幹嘛 所以我的感覺啦就是 可能歷史又要重演了 就是普京5月15不是要去大陸嗎 普京回去之後就要準備開打了 因為事實上5月 你不要忘記2022年2月24 普京打烏克蘭 1月他也跟習近平見面 所以美國就一直在懷疑說 你有沒有事先跟習近平報告 這是美國講的啊 我認為普京這個人要做大動作之前 真的就想要先穩住後方啦 對 就我要有一個背靠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馬克宏講的是7月26 奧運是726到811嘛 對啊 所以假設普京從這個中國大陸 回去之後要開打 那現在就打一個月6月 所以奧運前可以結束 就是6月 我的意思就是6月 6月就是 俄乌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就是俄乌戰爭的2.0 為什麼他會算這個時間 因為 那個610億的軍備還沒來 他當然要抓時間 我時間抓越晚 講白了我是害了我的戰士 你做國家領導人是要幫你的戰士著想的 所以我認為他大概見完習近平 然後有一些很好的雙方的合作的計畫 那回去就要開打了 那這次是戰爭狀態就不是特別行動嗎 戰爭狀態 直接戰爭就宣戰 這種打會怎麼打 就是全面打 全面打 就是你可能到處都被炸 所以會像之前有人預料的 烏克蘭最後只剩下一個基辅嗎 也沒有啦 也不注意啦 他就是德烈伯爾以東 那可是因為德烈伯爾以東 我認為他會有一個象徵性的戰果 就是打下哈爾克夫啦 這是第二大城嘛 對 因為那其他都是人口不多的小鎮 奧德薩 奧德薩斯他不會真的佔你 可是他一定要打 因為他要阻止軍備從港口進來 因為你如果是從波蘭那邊拉進來 那個鐵路很長耶 那那個很容易被空襲啊 可是如果奧德薩直接進來 那軍備就離烏東很近了 所以他一定會炸奧德薩 可是不是為了佔你 可是呢他還有另外一招 就是他的內核部隊 也會循著德烈伯爾往上開 那那個終點就是基辅喔 然後他也會去空襲基辅 然後也會去空襲各種電廠 就是讓你民眾生活不方便 然後抱怨嘛 說這個戰爭趕快結束啦 然後基辅的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 都會被炸 而且我認為他什麼東西都會拿出來 包括超高音速導彈 重磅炸彈 通通都會用 因為我認為 他當然會聽到習近平這個訊息嘛 說726 那我算一算 那我看可不可以一個月 把他做個結束這樣 所以他就會打得非常凶狠這樣 因為他的時間也不多 因為726就要對不對 那其實他還有一個好算盤啊 就是我如果打贏喔 我可不可以參加奧運啊 哇 天啊 那就是派對啦 不是 因為國際奧運是制裁他的嘛 對啦 對啦 來不及了 來不及啦 坦白講是來不及啦 事實上我跟你講他會給馬克宏一個面子 因為他本來要搞國際友誼賽啊 對 他就拉著他的兄弟們不要去參加你的奧運 沒錯 那這個面子可能就給習近平了啦 說好啦 奧運讓你好好辦 可是我要早一點把他打出一個樣子這樣 對 所以對烏克蘭來講這到底是 這是很大的悲劇啦 沒有辦法 可是因為我看普京出手的模式 我從這兩年來看出一個模式 就第一個他要做大動作之前 他會先穩住後方 那他的後方就是中國 那第二個就是他一定祭出核威懾 對 而且到第三年 烏克蘭的情況也不一樣了 現在是全部軍心喚散 有沒有 軍隊抗命啊 這個潰逃的 就感覺一踢就會垮那種感覺 對 對 對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人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瓦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